红酥高叉都好丸子 汤头配料酱包 店家仔细核对订单 把客人点的餐点一一装带 有自取有宅配分类分箱 以往热闹的火锅店 用餐区成了出火区 陈小姐这是您的餐店 谢谢 眼看疫情还在烧呢 店家只能自救了 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许多店家都受到了影响 除了无奈停业呢 也有店家拼转型 改推外带或是外送的服务 一改营运模式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 PO出精美图卡 要大家外带外送起来 用行动相挺 号召全民照顾店家生计 只是这波疫情影响 可不止餐厅 百公百业都在求生存 大家更想知道的是疫苗呢 国际上你也得罪泰国嘛 然后又得罪菲律宾嘛 这也很奇怪啊 连德国上次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说那个产品不一样等等 所以四处都得罪了啊 老公当然他文公武嚇 当然我们是不高兴 对不对 如果疫苗这个部分 如果可以处理啊 那你一定要把他好像在疫苗 要害死我们的样子 他没那么笨嘛 不认错的时候呢 那当然大家会反弹 在这个时候还在玩政治啊 这些人命的问题是不分蓝绿的 不是用梗图 用这个测译的这些东西可以处理的 大致国际小致地方 角力藏在细节当中 而台大政治器团队呢 结合了大数据 还有网路分析资料 更发现到了 台湾民众因为染疫的风险增加 而提高了接种疫苗的意愿 但是呢 对于疫苗生产国的偏好 却因为党派还有立场 而有所差异 比较偏域的政治立场的话 他对莫德纳的那个喜好 就会变得很高 那如果说你对蔡英的评价 比较低的 或者是说 你的立场比较偏蓝的立场 你就会对于辉瑞 或者是其他疫苗 但不是国产疫苗 其他疫苗 那也就是大陆的疫苗 他的评价会比较高一点点 就是说非常明显的 台湾对于这个疫苗 他背后有个非常强的 一个党派的立场 那我们觉得说 这个是对于防御的工作 其实是不太好的 应该是疫苗来讲 就是说应该是 由一些客观的科学的数据 来证明说 它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 其中数据也显示 台湾民众在去年12月 因为担心副作用 所以对英国AZ疫苗较没信心 但不到短短半年时间 提升25个百分点 主要与国产疫苗有所牵动 施打国产疫苗的意愿 从原本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四 一路溜滑梯到今年五月 剩下百分之十五点九 差了将近三成 从期待转为保守 毕竟从国产疫苗还没审查 就预告施打 第二阶段还没完成 中央就下单千万剂 在政府说不清的争议 也加深着民众对疫苗的疑虑 政府对于这个高端疫苗 护航及审查的时候太不公平了 所以看着老百姓眼里之后 你不得不去怀疑 这个高端疫苗是有问题 是有弊案的 再加上政府在高端疫苗 二期临床试验结束以后 就想给它静置发EUA 那这个动作更让老百姓觉得 这个实在是莫名其妙 临床试验设计跟不上疫情变化 国产疫苗更从被占疫苗 变成主打疫苗 而审查标准也没有明确讨论 加上紧急授权法员 又不明确 更是徒增犯正直化空间 又不公开疫苗审查委员名单 是维持独立还是再蒙质疑 争议连环报 机关署16号再发新闻稿强调 国产疫苗审查 皆以科学专业为原则 并依法规程序采购 只是如今政府的决策 牵动大众信任 也成了与临床同等重要 需解盲的过程 毕竟疫苗不是冷冻鸡腿 再多的口水 再多的算盘都误助防疫 TVBS新闻 钟德荣从越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 等你哦